大家好 我是高崇杰 高sir 最近有很多网友都跟我们反映 就是说收不到我们的相片通知 在这里给一个小提示给大家 其实我们每一个频道的右手右下角 都会有一个貌似一个小钟或者是铃铃的物体 那么你一定要全部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当我们的相片 你们就可以全部都可以看到 以香港国安法出台为标志 香港开启了游乱极致的新局面 在香港社会崇尚的民主 自由 人权等核心价值之前 应该加上爱国一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央政府 香港特区政府和传媒界 教育界等社会各界 都要深入总结过往经验教训 共同守护好一国两制 德高望重的前终身法院大法官李显伦先生 估议是时候进行司法改革了 这样的局中人的理性声音 值得全社会 特别是司法法律界重视 从思想观念上 真本清源 不然反正是当务之急 爱国爱港者治港 反中乱港者出局 这是一国两制下的一项政治规矩 现在也已经成为一项法律规范 某些不怀好意的外部势力 也不能够在香港兴风着浪 自以妄为 香港之变 我以为既有被动的变 也有主动的变 包括政治上的波乱反正 在经济民生领域 以改革的勇气 扩解难题 在这个变动过程中 难免有阵痛 但总趋势 必将是越来越好 凭香港同胞的智慧 勤奋 灵活 加上中央政府和足够内地的鼎立支持 大家齐心齐力的摩发展 何愁 经济复苏无期 民生改善无望 香港地位不保呢 就让这些诅咒 成为香港和国际上一些人 自我打脸的历史记录吧 y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高sir正能量的时间 小市民彭良心 做实事 讲真相爱 今集高sir将会和大家分享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就是亚猪亚狗都众筹 到底合不合法 第二样东西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下 爱国者标准想和大家分享下 举例子 到底现在的区议员又合不合乎 爱国者标准是不是应该DQ呢 好 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留言订阅赞好和分享 救救高sir的台 第一样东西高sir想和大家去谈下的 我见刚刚之前都有分享过了 一个黄老师就在网上借网众筹这个名义 去怀疑销售就是洗黑钱 接着就被警方拉了 揭发他原来就收了五百多万哦 是的 那个失败之后了 令高sir都立刻有点联想 令我高sir都在想过往不是有很多众筹 例如周庭又中筹黄之锋那条pk仔又中筹 跟着我们讲的那班这样的议员 议员抗神抗俊宇一辞职一话总辞之后 已经在网上有发动中筹 跟着六尺四有样学样人籌得这么好 自己又囚了到底合不合乎法例的规定了 这个高sir就不敢说现行的法例 能不能够包折了这些灰暗位 我觉得本身众筹是无问题的 但是使用者如果是心术不正 利用众筹的名义 跟着在背后就去收钱 这个才是大件事 比如我们看到大汉奸肥佬黎都经常做这些东西 近来苹果缺水急急救忙的时候 他天天都说要中筹了 所以我希望香港警察或者政府都研究一下相关的规例 也都是希望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去帮忙去看一看 第二样东西高sir就想说什么叫爱国者标准呢 昨天律政司有一个研好会 基本上全程我都看了 先林郑特首跟着就是陈东副主任 另外张晓明的常务副主任他都有去分享的 我都研究什么叫爱国者标准呢 当然张晓明常务副主任他也有说司法改革那样东西 与时并将,高sir都摘了一篇文 又post了在Facebook YouTube社群那边 大家可以参考吧 我们讲爱国者治港这个绝对就没有争议了 其实97年回归就应该要做的 说人治港嘛,但是大前提你必须要爱国的嘛 你不爱国去对抗国家的话,那就糟糕了 我们可以看到自从人大定了这件事之后 跟着立即DQ了四名的政棍议员 包括他们的罪名就是勾结外国势力去制裁香港嘛 跟着我们看到只有15件的黄丝议员立法会议员又辞职总辞嘛 他在这个状态下,我见中联办、港澳办也有谴责 我见建制派也有谴责,政府也有谴责 他这个行为是不是不爱国呢,我的认知他就非常不爱国 所以他之后他想参选立法会,他行不行呢 我觉得应该要DQ不让他参与 跟着当然了,我见正棍胡思卫就说,他今届走而已 但是他下届可以参加,sorry,没得那么无賴 他走,为什么走呢 就是因为他知道言任买东西嘛,失了很多选民 所以他找藉口啊,跟着他退了而已嘛 因为之前退了那些,陈志全那些都退了嘛 所以我见到他是没有出路的 当然我们见到有很多个案子就是非爱国者就报应来 我们见到今早谷花泉和朱西迪就被人逮捕了 当然我们拍烂手掌 但是他接完犯什么呢,当日在立法会扔臭水嘛 扔臭水也都令到前议员陈凯恩因为闻了臭水 跟着进了厂,是吧,这是事实来的,犯了法一定要逮捕 跟着高sir就再去问,其实爱国者标准如果引进去区议会里面 那怎么呢,我们见到一个数据就是 有60位的区议员因为犯法就是犯事而被人逮捕 都是因为修例事件由他选了至今 60个我见差不多三分一左右 是不是应该要DQ他们呢,非爱国安 另外就是我们讲再行两个标准 我们用国安法生效之后,你爱国的话 你正常应该是支持立国安法的,是吧 但是如果一群人,我见一群黄丝员 他们去联署去反对国安法的话 那这帮签署了的人士是不是不爱国呢 如果不爱国,根据这个标准底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大条道理去DQ呢 各位网民不知道大家赞不赞成呢 今天高sir正能量就分享到这么多了 明天再和大家再分享,拜拜